港股近年走势偏遠 被指有波幅,沒有升幅 去年恆生指數 竟然回歸25年前的低位 不少坐艇的股民彷徨無計 有人想找明燈指路 有人想另謀出路 誰能幫你?是他們 因為A股爆升,數貨才節省 之前的訊息說要幫你找工作 最近轉了,改了教人投資 還說要給你一些提示 最近不少人的手機都收到這些訊息 說是王sir、陳sir、麥sir、麥sir的助理 有股票投資法,開班傳授給你 又退休不久 老公又患上重病的Joyce 去年就收到一個證券行經理王sir的訊息 說有東西分享 他自己是摩根環球私募基金 其中一員,他從美國回來 現在知道很多人都會買賣股票 我們希望你們都認識股票的知識 分析股票的走勢 Joyce就這樣加入了王sir的群組 裡面學員有六十多人 大家都踴躍發問 但王sir對A股都是隻字不提 這個王sir就在分析 最初是分析一些港股的 他都很學術性的 真的說得很專業地分析一些數據 有迷途表 每一晚九點至十點 他就會開課在這裡說 而日後他就會有一些助理說 港股上哪些股票是有異常 有甚麼升跌 而每一晚也都分析一隻港股 告訴你它的趨勢 聽了整個月分析 Joyce終於跟他 數入一隻在香港新上市的 內地科技股 他說如果你賣了它 跌了那個差價 他們會賠給我們 後來真的升兩、三 跌了四條紙 他真的會賠給我 升了有得賺 跌了有得賠? 是嗎?港股沒有運行 王sir終於轉移重點 分析A股 還要是新上市 升到漲停版的A股 每個人都看準我A股市場 希望在那裏有所發展 他最初叫賣A股的時候 我們都看過它 升得很重要的 一直這樣升下去 差不多你說它升到15天 升爆它 你就賺到400% 根據分析的那個都心紅了 但是因為A股 香港是好買到的 因為要實名實際 也問我自己的股票行 他都說是買不到A股 其實在2014和16年 護港通和深港通已經通了車 不過港人買賣A股 仍然有些限制 在香港某一些股票經紀 或者是一些銀行 可以幫你安排賣 但是一定要開一個叫做 護港通的戶口 一定要有50萬 起碼的Deposit 或者你是有股票有50萬 不是散戶投資 你拿著10萬 我想買A股就可以 怎麼辦 王sir有辦法 他說我們聯絡了 大陸那邊A股市場的網站 有一個平台方便大家 有一個叫做A股通的網站 有密碼的 給我們一個link A股通網站一出 群組入面的學員 隨即飛身入錢買課 告訴他我會入多少錢 他就會給你一個帳戶 都是一些私人的戶口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他不是 初初是那些銀行公司 我也有問他 他說我們這些是 在大陸有的兌換商 是註冊的兌換商 這個入了多少百萬 這個入了多少十萬 甚麼人都有 各樣的入數紙 有些貨幣進去 說入了多少 五百元 幾千相 五百元也有 每個人都展示出來 很踴躍 機會就在眼前 Joyce就用了 整份退休金七十多萬 透過這個A股通平台 掃入幾隻新上市A股 最多的那隻 就是 第二是說 那隻聯合水毛 就是三十多萬 我進去了 一上市 你就看到他 他由四個多招股價 就升四十四個百分之一 即是一百四十四個百分之一 然後每一天 他都漲停 即是升十個百分之一 就漲停 經過十天 由四個多人的錢 是升到十八個多 每個都競賺 投資七十多萬 但A股通的戶口結餘 已經有二百三十多萬了 咦 慢著 胡廣通和深廣通就聽得多 A股通好像沒聽過 我沒有聽過這些平台 A股通一定會騙人 香港沒有A股通這件事 好戲現在才開場 到四月初 A股通這個平台 突然要Joyce平倉 我說升等 為甚麼你全部 是我們要埋單計數 你平倉 我們會抽你們的佣 10% 就是盈利和開通稅 就是這樣 反正她說我有抽涌 反而她說她有抽涌 我更安心 就是說大家有交易 反而她說 我無條件這樣幫你 我反而有懷疑 沒有懷疑 就打算叫平台 直接在她戶口轉帳 誰知道平台堅持不可以 一定要她真金白銀 給了十九萬佣金 才可以拿戶口的錢走 直到你客 經家庭提點 她才知道已經被騙 現在戶口 她打出來 說只剩下三十多萬人民幣 有二十多萬港幣 為甚麼呢 因為本身我有二百多萬 為甚麼 因為我提現了二百多萬 但她說提現失敗 那就剩下平衡了 平衡有多少都拿不出來 彷徨無計之下 她甚至找個騙徒 枉Sir求情 你當可憐我們的老人家 我們的養老金 沒有答覆 一直都沒有理由你 沒有了 之後都沒有了 Joyce也已經報警 警方回覆說 已經列作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案件處理 交由科技罪案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警方亦收到多名市民舉報 今年截至4月26日 共有79宗涉及A股通 六股通等相關的投資騙案 涉款超過七千萬港元 市民偶一不慎 隨時中招 家人又生病 希望多個錢在她身上 面對網上 這麼多MusserMusser的投資分享 海量資訊 詳盡分析 專家說 給你的投資意見 是看好了 但她亦不會告訴你 應該賺多少錢 你要放多少錢下去 這些純粹真是騙人的